对于日军来说,刚二十岁出头的莫林就是一根刺,因为他们每次的行动不止一次被莫林极其占有破坏。 被日军俘获后,莫林以本名姚诗瑞隐藏住了自己的身份,但还是难逃被活埋的结局。 就在死亡降临之际,一名日军因贪财却意外帮助他逃过一劫。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1920年12月,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的莫林,本名叫姚诗瑞。 姚家是当地出了名的大家庭,常常救济周边无家可归的流民,只要生了病乡亲们都会来到姚家,因为这里不仅诊费便宜,还能讨要到一些粮食。 受家中长辈的影响,莫林自小便懂得,人活一世要为了大义而不是自己。 优渥的家庭环境,给莫林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。 在其他同龄的女孩,还在家中帮助父母干农活,等待出嫁时,莫林已经成了家乡小有名气的才女,国小里出名的小诗人,常有诗文刊登在校报上。 如果没有战乱,她或许会按照这条既定路线一直走下去,成为一名出名的作家。 可随着战争的爆发,莫林便明白,只要一天不把敌人赶出国土,她就无法安心坐在书桌前写作。 为了莫林的安全,姚妇忍痛将女儿送去了离家几百公里的新式学校,因为那里有她认识的熟人,可以保证女儿的安全。 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莫林,便很快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,科学与民主等新文化思潮,她和同学一起走上了街,用简易的自制话筒向民众宣传道,打倒卖国贼。 一二,九运动爆发后,关注时局的莫林,很快便收到了从北方传来的消息,年仅15岁的她不愿再坐以待毙,她不想再做一个只会喊口号的普通学生。 莫林主动找到与红军队伍有联系的老师,向对方表达了自己想要加入军队抗战的想法,但老师以莫林年纪还太小为由,婉拒了她。 姚妇在得知女儿想要加入军队的想法后,下得连夜从家乡赶到了学校,将女儿带回了家。 姚妇知道莫林的性格,只要是女儿决定好了的事情,没有一个人能拦得住她。 如果她不提前把女儿带回家,或许女儿早已做好了偷跑加入军队的决心,15岁的女孩身上没有一分钱只有想加入军队抗战的赤诚之心,这怎么不叫人担心呢? 但不管姚妇怎么嘱咐下人看住女儿,莫林却总有办法逃出自家宅子,参加当地有至青年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。 1937年,这个年仅17岁的小姑娘偷偷跑出家门,响应了共产党到敌人后方去,为保卫祖国而战的号召报名参加了巴鲁军。 但这一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姚妇那边,她扔下自家药铺便到队伍里抓回了女儿。 这是她第一次对女儿动怒,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,你非要冒这个险干什么? 莫林在自己的房间被关了整整一个星期,好在有弟弟姚氏虎的帮助,她才能和自己的伙伴重新联系起来。 年幼的弟弟并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做,但随着年岁的增长,亲眼看见日军强占无辜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她,渐渐懂了姐姐心中那份信念。 姚氏虎在阅读了姐姐的文章后,心中也生起了参军抗日的念头,就像姐姐在纸上写的那样, 如果连敌人都赶不出去,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他们还能安心做什么事呢? 1940年,莫林终于说服了父亲,带着14岁的弟弟参加了新四军。 接受过系统学校教育的两姐弟,很顺利地通过了入伍的文化考试,以高分成绩被分配进了江苏如高西战区。 莫林在西战区担任武工队政委,姚氏虎因为年纪原因被安排进了小通讯员班, 接替姐姐的文笔开始为部队撰写文章。 决心弃文从武的莫林,在离家前将自己的所有文章都锁进了一个墓盒里, 她立誓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。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,她将本名姚氏睿隐藏,成了文明于军队的双腔老太婆莫林。 进入组织后,莫林便一直留在文职岗位上工作,但这并不是她所愿的,她加入组织是为了能够真正站上战场杀敌。 于是莫林主动向组织申请上战场,但组织以她枪技不够熟练为由拒绝了她的申请。 为了尽快上阵杀敌,莫林每天都会抽出一段时间,主动向枪法高超的同志学习,日复一日的练习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莫林很快通过了组织的考验,获得了专属于自己的配枪,成了人们所熟知的双腔老太婆。 莫林的日常任务便是带着手下的战士们破坏日军的交通,炸毁他们暂居的营地和敌人的军火库、粮仓,成了日军的眼中刺。 日本军官不止一次下发通缉令,在军队驻扎的地区,四处搜查这个屡次破坏他们行动的新四军。 为了隐藏身份,不过刚二十岁出头的莫林,总是将自己打扮得十分土气显老。 久而久之,与莫林不熟悉的同志便都以为她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婆,根据地的乡亲们也都以双腔老太婆代称莫林,称赞她的枪法了得。 那几年,莫林几乎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组织安排下来的任务,成了武功队公认的优秀同志。 她的任务除了破坏日军的据点之外,还需要为组织传递重要情报。 每当莫林将情报藏在鞋里,装扮成为一个普通老太使,便能轻松逃过敌人的监视。 在一次攻打日尾据点的工作中,莫林事先预判敌人的行动,指挥身旁的神枪手,前战先机打掉了敌人的指挥官。 日军一见指挥官身死,顿时变得像松散的一群,不知所措四处逃窜。 但在一次任务中,莫林便不幸被捕,为了救回还留在敌人扫荡区域的战友。 她不顾自身安危,引开了一群日伪军。 有两份十分重要的文件,在日军扫荡清香过程中意外丢失,他们必须抢占先机,将这两份文件巡回,不然组织的秘密行动将会被日军全部知晓。 莫林假装意外暴露在日军眼前,随后便将日军引向相反的道路上来。 原本就以破损的不能再穿的草鞋,在剧烈的奔跑中彻底断开了线。 莫林赤脚奔跑在路上,乡间小道上全是泥沙和石子,他一踩下去便有鲜红的血迹印在黄土上。 好在不远处有一片鲁尾林,莫林机智地钻了进去,但奈何脚上的伤让他无法再全速奔跑,很快便被日军抓住。 你认不认识你们队伍里的莫林?他长什么样子? 日本军官凝视着他,而莫林正被绑在行刑架上被日军折磨得满身是伤,他朝日本军官吐了一口血水,不再说话。 这时的莫林已经泄去了老太婆吐气的模样。 20岁刚出头的稚嫩模样与日军印象中的双腔老太婆截然不同。 那女人多次破坏我军据点,如果你如实交代,我可以考虑一命换一命。 他冷哼一声硬气地表示自己并不认识什么叫莫林的人,自己叫姚世锐,任日军怎么打骂他都不会透露出一个和组织有关的信息。 契机败坏的日本军官立即下令要将莫林活埋,而这时走过来的一个汉奸缠媚道,他家在本队很有钱,杀了他也没什么用。 不然,听完这人的话,日本军官点了点头,同意了他的提议。 因为莫林多次破坏他们的据点,很多物资都不够了,这正是急需要钱的时候。 得到日本军官准许的汉奸耀武扬威地走进了姚家的大门,一开口便将姚母吓晕了过去。 为了救回女儿姚妇,只好忍痛出掉了自家的药铺,凑齐了赎金,可狡猾的日军丝毫没有想放人的打算。 好在党组织通过内线打通了关系,在敌人内部制造矛盾,成功救回了莫林。 一出于满身世伤的莫林,终于有了机会重建自己的父母,父亲的白头多了许多,母亲的眼睛像是浸泡在水中一样,始终红肿着。 投身革命这么多年,唯一让莫林感到对不起的人只有自己的父母。 她向父母哭着说,对不起,因为我让你们受了这么多苦。 姚妇坐在床头,轻抚着女儿的头发,笑着表示不辛苦,姚家出了这么两个有骨气的孩子是他们的福气。 在家养好伤后,莫林便告别父母,拿起自己双枪,重新回到了组织。 而历史上像莫林这样的抗日女战士并不少,她们已超出常人的胆破,走上了抗日的道路。 1932年,战火蔓延到了李允华的家乡,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在家乡烧杀抢掠行径的她,决心要参加本地的抗日游击队。 年幼的李允华被分配进了游击队组织的儿童团,负责给组织传递情报,在和其他小伙伴的合力下,游击队儿童团成功破坏了敌人的阵地。 恼羞成怒的日军很快便掌握了儿童团团团员的名单,秘密拟定了一份逮捕儿童团员的行动。 好在抗日游击队提前获得情报,这些儿童团员才得以逃过一劫,日军烧毁了李允华家的房子, 使得一家人只好离开家乡去亲属家寻找住处。 可李允华却不愿意走,他想参加抗日游击队把鬼子赶出中国。 你不跟我们走,被那些人抓去就是被砍头呀。 李傅焦急地说,泪水在眼眶打转。 李允华心意已决,找到抗日游击队的首长说明了自己的情况,留在了队伍里。 1936年,李允华所在的抗日游击队被正式收编为抗日联军第一陆军。 拥有丰富抗日经验的他留在了根据地,担任组织妇女开展之前工作的小组长,为抗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 赵招老人也是昔日的抗日女战士,17岁就加入近八路军的他和其他革命战士一样,终其一生都在为国家献力。 八年抗战期间,赵招一直留在禁鲁域解放区工作,他在多个农村之间穿梭,建立抗日政权给当地的村干部讲课,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众,也鼓舞了一大批想要参军的有志青年。 为了抗战事业,大多战士都身不由己地选择了舍弃小家,李允华,赵招如此,莫林亦是如此。 抗战胜利之后,姚世锐便一直以莫林之名诗人,他也终于有机会能重新拾起自己的笔,重寻自己的文学梦。 他先后出版了《小路集》《还我没魂》《风雨萧萧》等诗集,并在94岁那年加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。 莫林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那一段英勇奋斗的历程,尽管年岁已高,但每当他重溢那段征容岁月时,精神依旧绝朔,仿佛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。 越来越多亲历这场战事的老人离去,我们没法再亲自听他们讲述这些历史,但只要我们能时时刻刻将其记录下来,文字总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。 老战士们对党的坚定信念,对祖国和人民的无私奉献也会通过文字的形式,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,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继续发扬下去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